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紧语,一个旅不开钱的频道 华人社会相当看重所谓的人情 聚番孩子结婚,孙子满月,建设新房,长辈坐手等活动 都会白席设宴,宾客自然也会礼尚往来 这种状况本来是联系亲友间的感情 但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老祖先说的理清情义重被人们玩坏了 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感情变得需要用钱来衡量 包得越多代表越注重这段关系 且这种人情礼仪也变得过度繁荣 逐渐变调到让人们觉得有负担 可是迫于人情压力又不得不包的底部 而且调查显示,家庭年收入越少的话 在人情礼金的支出比例就会越高 虽然其他国家也会遇到还人情的状况 但中国礼金的高额状况和其他地方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 根据中国学术单位的研究报告 这类人情支出最高可占家庭年收入的45.1% 几乎快一半的家庭年收入都被拿去人情往来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名目凡多的场合 让人还不起的人情在最终完全背离了离经的初衷 2020年10月初,中国正放着十一场价 结果国庆假期要吃23场酒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榜 引起了群众热议 来自贵州省毕杰市的雷先生 平常会统计一下近期要吃的走席场次 一是房子自己忘记,二是方便安排支出 但今年的酒席简直让他崩溃 十一假期前后的十多天 一共要吃23桌酒 得包出4800元人民币 虽然按照当地风俗 雷先生包的金额也没有到很多 一般的邻里就100元人民币 但全部加起来也不少了 而且4800元人民币只是离经 若加上其他支出 一个月的工资完全不够 而且送钱是一回事 重点是这么多酒席根本分身法术 雷先生家里有6个人 全部分着吃也不够 而且光是10月1日一天就有8桌酒 还有两家是自己的子情 一边是外甥女结婚 一边是子子结婚 都得到场 假期根本是吃酒吃到怀疑人生 雷先生的案例并不是个案 住在北京的90后苗苗 他在2021年11长假的7天假期 全都被婚礼塞满 他抱怨参加婚礼本来是喜事 可是这类随分子的礼节 却让人对参加婚礼感到恐惧 首先是现在的红包金额越来越高 以前200300人民币就行 现在基本500元人民币 关系好的话 甚至要加到至少1000元人民币 其次是有些人根本不熟 完全不想去 可是收到通知的话 还是得包红包 再来是一两个人还好 但现在大家都喜欢在11长假一起办 9月工资全上缴 谁受得了 这边打个插 介绍一下分子钱 这个词在中国比较常用 台湾人多用礼金称呼 反举婚伤喜庆等 用钱代礼的礼金就叫做分子钱 中国还有随分子的用法 也就是和人一起抽钱送礼 杭州省萧山市的曹先生 也饱受人情在所苦 他几年前和亲戚到南非经商 以往过年都会提早订机票回家 可是他2018年接受采访时 却透露有点害怕回家 因为他去年回家过年 就必须应付各种请客吃饭送礼 花了近10万人民币 让他直呼这笔人情费实在是太贵了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 这类人情礼金金额并不高 名目也没有那么多 可是现在除了金额上升 各式各样的场合都会设言 包含生日 生迁 生学 生子 乔迁 生病 开工 开业等 名目相当反多 有些不请客 可是却会收礼金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这类状况最为严重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报道 辽宁省某县纪委调研发现 有个山区农民 他家庭年收入仅2万元人民币 结果在203年的人情水里支出 却高达9600元人民币 有将近一半的年收入都用来水里 很难想象要如何维持和发展家庭生活 或许有人想问 这状况可能是个别地区的特殊案例 并不代表中国全国的普遍情况 但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在2012年发布的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中国家庭这类人情支出 占年收入的比例为22.1% 还算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 可是若把家庭以年收入分类的话 收入水平最低的25%乘是家庭 人情支出经高达家庭年收入的45.1% 无独幽偶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0年的调查 年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 人情支出占年收入比例高达46.9% 这两组数据显示出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人情支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 几乎是拿快一半的年收入还人情宅 从中国媒体北京城报2018年的一篇报道 或许可以看出端倪 由于中国政府开放二胎政策 所以越来越多人生二孩 但北京市民王女士却对此有点招架不足 因为越来越多人办二孩满月酒 然后都要随份子 他初略算了一下 两年来就随了两万多人民币 而且自己只是普通的上班族 荷包已经有点撑不住了 中国官媒《北京青年报》 曾对此进行调查 指出有84.8%的受访者坦承 这类分子钱让自己有压力 还有45.4%的受访者称 最近两个月就包了三至五次 为什么感到压力又要包呢 其中有47.5%的受访者 把随分子看作维持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或许就能解释这种捏着荷包包红包的怪现象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仪表示 现在分子钱水涨船高 一些人会感觉压力大 如果出得少又会觉得没面子 就形成一个两难的局面 有时候参加喜宴反而成了负担 根据中国媒体调查 在各项礼金中有近九成和结婚有关 而一包的金额部分 大约有60%在600元人民币至1200元之间 中国网络曾流传一张全国婚礼红包地图 上海和浙江成为全国最高 红包均价达到1000元人民币 江苏赤支平均在800元人民币左右 最低的则是广东和云南 只要100元人民币即可 不过这种礼金高昂的状况 是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 一名住在浙江省丽水市的73岁富人回忆 上世纪60年代 结婚送个五毛钱就算客气了 结果90年代涨到50元人民币 2000年代就是100元人民币起跳 若以现在1000元人民币里金来看 等于是50年涨了2000倍 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魏彻彻也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农村 结婚水里约5元人民币或一块补等 也算是很体面了 90年代给一床被子也很常见 现在两三百元人民币成为正常行情 为什么会出现民众里金越包越大 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状况呢 专家认为这种状况源自于人们的攀比心理 历水思维党校社会学教授杨采行表示 除了物价水平提高外 攀比心理才是人们里金越来越大的原因 他举例通常很多人在送礼金钱 会先打探一下最后选择和多数人差不多的金额 有时候会故意多包一点 显示和主人的感情 最后大家比来比去 进而让礼金越来越高 有网民举例 别人随1000元人民币 自己随200元人民币 面子上不过去 怕对方嫌太少 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 所以就打肿脸充胖子 这种大操大半 人情水里风 在中国农村的状况更加严重 由于大家水出去的钱多 为了不要亏钱 农村群众只好利用一切机会办酒席 成为恶性巡魂 包含父母大寿 新生人满月 孩子上学 餐军 买盖房子 订结婚 甚至农村里的风俗习惯 让小孩子留辫子 都可以大白酒席 理由五花八门 人情消费越演越烈 这种状况也让中国当局出手整治 从2019年开始 中央一号文件 对婚伤陋习 孝道思维 不张浪费等状况 频频点名 并要求各地区 要展开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等 遗风艺术重点领域 突出问题 进行专项治理工作 不过 未测测认为 许多成规陋习 大多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 很难通过行政管控 和法律法规加以约束 想要打破农村 人情负担过重的恶性循环 村民自治 和加强思想宣传引导的外力干预 缺一不可 这类成规陋习减少 民众的人情债才会越被越少 社会风气才能更加健康 那么有人或许会好奇 西方世界难道就没有人情债了吗 以美国来说 并不习惯和中国一样包红包给现金 大多是属于水里的方式 像是送淘气 家具等 特别是实用的礼品 有些新人也会开出希望清单给亲平好友 并标明价格等 亲朋好友在看状况 要认领哪项礼物送给新人 美国也习惯在小宝宝诞生前办baby shower 也就是产前派对 这也是个亲平好友送你的场合 父母会召开聚会 接受大家的祝福和礼物 礼物多是宝宝用品 并没有再收现金 多数观点认为 中国人情在台中的问题 并没有办法马上解决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 是处在攀比心里 加上人会根据关系倾诉 来决定随理金额 使得在传统社会中 出自好意的祝福 在现代社会上 反而成为无形的压力 或许只能从自己和身边亲友做起 才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这一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